女孩在15岁撞上了宝马 结果刚满18岁 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仔细一看 保险公司等了三年 才把花季少女送上法庭 这是有多大的仇怨 才会让保险公司有这样的决心呢 王女士告诉记者 三年前女儿在放学后 逆行骑电动车回家 可刚走到路对面 突然有一辆宝马车转弯 王女士的女儿躲避不及 直接撞上了宝马车 车主赵女士下车后 看着孩子还小 便不愿再追究这件事 交警到场后 见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就表示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见到赵女士也是爽快人 王女士也非常的高兴 本以为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 但没想到三年后女儿刚过生日 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并追偿车损三万五千元 这让王女士大惊失色 连忙和保险公司询问情况 既然宝马车主愿意承担责任 为什么事故认定书上 是王女士女儿的权责呢 难道宝马车主只是表面派吗 又为什么时候不和王女士沟通呢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当时不是他们主动给赵女士办理理赔的 而是后来赵女士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他们没有办法才主动付的维修钱 但为什么到现在保险公司才想起来起诉呢 对于这件事 保险公司人员不耐烦地搪塞了过去 并表示等着开庭就行了 之后王女士还了解到 当时因为已经私下协商 再加上双方都走得匆忙 便没有领取事故责任输 后来赵女士找保险公司理赔时 工作人员才发现 是王女士女儿逆行导致的 因此拒绝赔付赵女士车辆维修费 赵女士为了理赔 便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吃了哑巴亏后 保险公司也是怀恨在心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三年后才把王女士的女儿告上法庭 让人疑惑的是当时赵女士都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为什么之后却临时反悔了呢 在电话中赵女士告诉我们 当时她和哥哥认为反正有保险 就不让小女孩追究责任了 但当时有一名交警告诉他们 交警判责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事故认定书上只能写王女士女儿的权责 虽然自己不愿意追究责任 但保险公司只认事故认定书 她也没有办法只能起诉保险公司理赔 王女士不能接受女儿成为被告人 便找到了当地律师进行咨询 保险公司在依据事故认定书 那么向这个车主赔偿之后呢 再来向这个小女生来进行索赔 那么是行使了她的这个代位求偿权 那么这是一种合法的权利 是被我们这个法律所认可 律师证实了保险公司的做法 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也认为宝马司机赵女士的做法并不妥当 虽然是因为好心的想法 不打算追究孩子的责任 但重大金额的事故 并不是私了就能解决问题的 也因此给王女士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对于赵女士好心办坏事的事情 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欢迎评论区一起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